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等于说失业率瞬间掉下来 那失业率竟然回到3.4% 是创下了53年 53年的不是53个月 53年的新低 美国失业率大将表示请不到人 那这样担心 市场担心 那雇主会不会提高薪资 来吸引这些所谓的失业的人 那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这样通膨可能下不来 所以在上礼拜五 美国因为经济数据太好 来 因为就业的报告太强劲了 那美元指数呢 也出现了指扁回升 这个是未来大家必须要关注的 那礼拜五的美股呢 指数算下跌 四大指数都下跌 但是大部分都红 可以啦 那我个人的看法呢 以表态的筹码强势股 逢拉回 像今天 先拉回啦 今天最后一盘 还把台积电杀了三块钱 在1.25分台积电是529 到了1.5台积电526 就台积电今天跌了16块钱 那指数呢 也拖累台北股市 今天最后一盘掉下去 大盘跌了200多点 跌了209点 成交量大2000亿吧 2022亿 OTC和集中市场 全部都说在今天的最低 哎呀 老师这一杯怎样 我记得上礼拜五 就有跟各位提到 因为上礼拜五 我们在盘中 在现在这个解盘的时间 美股电子盘是下跌的嘛 而且很多的 重量级的电子公司 财报不是很理想 所以我们也预期 礼拜五的美股 本来就会回档 可是其实 美股回档的跌幅 还没有我判断那么深 其实跌的没有很多 跌1%多而已 这么多的重量级的个股 在盘后重挫 对 苹果当时还跌4% 还记得吧 对不对 可是美股在上礼拜五 跌幅并没有那么大 当然现在美国电子盘还在跌 但也跌不多 道琼跌80几点 NASDAO跌50几点 有没有跌很多 没有 那今天台北股市当然 为什么这样 等于说短线上 因为过年后 是不是涨了一段 涨了大概700点 那短线上 有获利了结的慢压 尤其是涨多的股票 今天大部分都回档 那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拉回来 就像我大肆要话说的 其实你要找买点 因为趋势不会因为 一天的回档 甚至两天的回档 趋势就改变了 除非它连续转弱 把中线MACD指标 变成负的 那可能原来的涨势 就出现了改变 那现在呢 现在的看法不变 其实还是偏多 你看道琼嘛 上礼拜五跌 有大跌吗 其实他还在一个盘整区 对不对 那斯达克呢 有啦 那斯达回啦 那斯达回来 他还是收红K 还是收红K 你看 这里那斯达不是大跌吗 连跌两天 是我们封关之后的两天 应该还记得 我们封关完 当天晚上17号 11月17号 当天那斯达重挫 隔天再跌 我上礼拜五不是在节目里面 提到我们同学的故事吗 同学在这里 这个地方看坏 认为国际股市要大跌 结果呢 新春红盘之后 那斯达克大涨 不会因为这两天的回答 不会因为这一天的回答 KD有没有死亡交叉 有嘛 但MACD是不是多头 对不对 所以不会因为这两天回答 这两天的回答 而改变趋势 就像这里一样 这里是MACD空头 不会因为这一天 KD往上黄金交叉 就改变趋势了 所以他持续回答 有没有看到 蛮有趣的吧 对不对 非叛其实也是这样子 非叛当时我建议各位 这个地方要卖 还记得 KD黄金交叉 MACD副相 当时建议各位要卖 然后12月底 先蹲后跳 蹲完要跳起来了 这里拉回死亡交叉 继续涨 这里拉回死亡交叉 继续涨 对不对 昨天礼拜五 他是不是又死亡交叉 那斯达克也死亡交叉 对不对 KD死亡交叉 他是买还是卖 我个人看法是买 因为他MACD还是正向 包括S&P500了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回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回 都是KD死亡交叉 不会因为一天的回答 趋势就改变了 了解没有 这里也不会因为一天的反弹 MACD副相的趋势就改变了 所以当时建议各位 这里再卖方 这里要再买方 现在最关键的是 其实是美元指数 因为美元指数在上礼拜三 上礼拜四 才创下波段新低 有没有 才创下最低 但是他创最低的时候 连拉两根红K 好像有点破底翻的味道 因为KD指标背离 这个有点麻烦 那这里是盘整的形态改成 本来是向下 向下越来越低 对不对 这个形态改成往上的趋势 还是变成横盘 现在才一两天的K线 是很难判断的 不过 这个KD指标低档背离 是不是这里的趋势做了扭转 是各位要特别关注 新台币 也因为美元指数的反弹 对不对 所以新台币往上是贬值 连续升值的新台币 今天出现了贬值 KD往上勾 可是KD并没有低档背离 MACD也还没翻证 所以我个人看法 其实美元指数可能是一个横盘 只是它不再创新低了 那台币呢 台币在连续快速升值之后 今天转扁也可能准备来一个横盘 所以未来你特别关注 应该还是新台币和美元走势 那今天加薰指数 我印图的时候还没收那么低 今天加薰指数收最低 KD死亡交叉 OTC也收最低 KD死亡交叉 这里是死亡交叉 是不是在涨 因为这里嘛 MACD正向 这样懂了吧 所以在集中市场和OTC MACD指标都还是正向的时候 我个人看法 拉回来找买点 如果是短线涨了很多的股票 已经不敢切入 涨了三成 假设涨了三成 这两天回档了一成 这个地方该不该切入 其实你不一定要找到 涨三成的股票 你看有没有最近才涨了一成 才涨冒出第一根红K 那这两天拉回 甚至法人有站在买方的 那这两天拉回不是刚好吃法人豆腐吗 我待会会跟各位分享一档股票 也就是说 其实上礼拜四才拉长红 上礼拜五长黑重挫 上礼拜五重挫的时候 法人大买 那法人大买 今天不是又是吃法人豆腐的机会吗 今天大盘收的蛮难看 对不对 跌了两百多点 可是就有股票收红 上礼拜五才收长黑 今天收长红 是哪一档 待会会跟各位说 所以其实还是以选择个股为主 只要大盘没有立即崩盘了危机 它趋势还是往上了 其实你就是折股 折优来做多 只是选股和切入点的问题而已 对不对 好 那这些观念都在哪里 都在大事业化跟大家分享 对不对 我帮各位打造了一个专业操盘手的分享平台 也一定要加入 左边是Telegram的QR Code 右边是Lite8的QR Code 赶快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那怎么样看到大事业化 很简单 加入筹码大事的Lite8 然后点击手机右上角的技术本 你就可以看到我PO的K线图 大事业化 筹码表格 还有每天的节目 其实这波以来 我记得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抓转折这是这么精准 其实这也都是除了30年的经验之外 也就是当大家看坏的时候 我会冷静的思考 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当大家看好的时候 我也冷静的思考 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 所以这波的掌握完全精准 既然转折掌握了这么精准 再来是什么 再来是选股 对不对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再来就遵守的纪律 那股票怎么选的 怎么选的 自负营家操盘系统 是不是抓筹码最精准 找标股最犀利 来 我们来看看 其实在封关前 封关前 我就在节目里面说 我们封关前 封关是礼拜二 对不对 16 17号封关 16号17号 我们都在买股票 但新春后门第一天 我把股票给卖了 对不对 龙哲科 我们把龙哲科卖掉 龙哲科卖掉 10点36分卖一半 10点43分全卖了 然后11点45分去买什么 买第一桶 对不对 龙哲科10点多 在这里卖掉 在这里卖了 现在龙哲科掉下来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天卖掉了 到大量黑黑黑黑真的过高 过高 如果不够巨强 我们把它卖了 然后我说 我尽量 尽可能 帮会员创造最大的利润 同样的资金 我们轮着坐 对不对 把龙哲科全部出掉的时候 1月30号 我们去买什么 买第一桶 你可能说 老师你运气也太好 对 运气真的不错 是不是 你看 我们1月30号才买了第一桶 隔天涨停板 新冲后面第二天 就涨停了 就涨停板了 有没有 对不对 第一桶 几位几号 1月31号 我们30号才买的 那一桶呢 我们把这里卖掉了 这里当天全卖 拉回来一半我们再买回来 有没有 这就操作了 9点17分卖一半 9点24分全卖掉了 尾盘再买回来 17分卖一半 24分这里全卖掉 这里再买 把那一半买回来 就这样 这里嘛 对不对 这里啊 所以 这是我们的操作 我希望 尤其是单股的会员 大概就一套资金 我们集中 把资金做集中 资金集中 来 那另外那一半 我还没买回来 低筒在这里 又快了 红胖了一半哦 我会考虑另外一半 再把它买回来 因为我们在最高点出了嘛 对不对 出了买回来嘛 买回来 现在呢 在我们当时的成本附近 最早我们买了这里啊 不是嘛 对不对 好 这就是 选择股票 你看 为什么这里不买 这里买不会动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浪费时间 搞了一个月不会动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里买 这里买会动啊 这里已经出现95分的讯号了 然后整理了几天 这一天 1月30号这一天 有箭头的前一天 我们买这天 1月30号 箭头是31号 我买在30号那天 那天已经出亮了 这就是其实我 我每天在帮会员盯盘的成果 然后呢 你看华新光 然后呢 我们封关那天买的 1月17号的 对不对 赢家会员 在 因为我们本来就有华新光了 那行进会员 如果手上没有的呢 在43到43块2买进 当时我盖牌的 1月13号这里我们买进了 这里买进 那行进会员呢 行进会员 如果手上没有 这里再买 17号再买 运气还不错 当天封关那天就拉起来了 有没有 封关那天就拉起来了 新春红盘那天涨停板了 你各位看到抠讯了吗 是不是 43到43块2嘛 这天已经变多少钱了 48块8毛5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这几乎是公开操作啊 公开操作 对不对 红盘那天 封关那天 再加码一次 红盘涨停板 这两天震荡 我们剩下一半 我们剩下一半 剩下一半 来 他也没转弱啊 对不对 另外一半 就按照纪律操作 爆住就对了 除非他出现平仓信用 即使出现平仓信用 我们卖还是获利 对不对 因为买得够低嘛 是不是 买在这里 加码在这里 买在这里 加在这里 对不对 逢高出一半 现在那半还在 那这个到底会不会过这里 感觉上有点压力 为什么 因为这里量不够啊 要过这里 量要出来 量要出来 它就过 其实就是这样的吧 那如果不出来 不出来 平常需要出来 我们就卖啊 卖你还是赚钱啊 再把资金换到新的标的啊 因为我们系统 每天都有标的 其实资产上就这样了 是不是 因为资金轮动了 好像蛮坏的 对不对 可能前两天大涨了 今天又不涨了 今天又把资金 好像轮到别的地方去了 别的地方一追进去 隔天又套牢了 所以这两天 我在节目里面 也跟会员发口评 跟会员这么说 因为指数进入整理 连续喷出的行情 进入整理 那进入整理 整理 整理 整理怎么意思 上上下下 对不对 所以急涨 你可以先站在卖方 急跌好股票 站在买方 你不一定要追 因为追进去 假设当天好像急涨 受不了 追进去 往往当天就回来 追得很痛苦 对不对 也许过几天 他还会创新高 可是追进去 当天的赔5% 心情也很坏 所以建议各位 这些好股票 拉回来 逢拉回再进场 所以重点是 好股票在哪里 就像我在大事件话说的 也在节目里面说的 你总要先出现讯号 先启动了 就像这里 你总要先启动了再去找 再去掌握 启动拉回来找买点 你都不启动的 一直在混的 你买进去他也不会动 对不对 所以重点是 老师启动怎么来 这样来的 标股启动了三大要件是什么 量 价筹码 要量 和价和筹码 分别打分数之后 加全平均 我告诉各位 我的软体设计是很复杂的 因为我把股票打了分数 就像各位你考试要考大学 考高中一样 你总要 对 尤其考大学 你总要加全平均 对不对 国英数 理化历史地理公民 全部都要考 然后你要加全平均 这个系所要录取 什么样资格的学生 哪些科目要加全 权重高一点 就像这个 量价筹码打的分数 例如说 投信的筹码权重最高 因为它稳定性最大 再来是外资的筹码权重 自营商的筹码权重比较低 因为自营商做得太短 这样统计是什么 多复杂 人能不能算 告诉各位 我都没办法算 太复杂了 所以很简单 电脑对复杂的东西 它最厉害了 不管你多复杂的公司交给它 它可能两秒钟就出来了 所以把复杂的东西 简单化 把量价筹码 用讯号来表示 它其实最简单 而且我们的系统 我们每天尾盘 大概1点左右 你看12点53分 还提醒我们软体的会员 提醒软体的会员 今天有出现 例如说东哥游艇 博智 三脚琴挤斗 那天是封关的前一天 1月16号 然后有加码讯号 德维奈米一彩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已经帮个 我们已经帮各位千挑万选 然后尾盘还发软体的扣选 各位你用软体 你老师有发扣选吗 真的软体 你用软体可能每天出现几百只股票 对不对 老师这么多怎么买 尾盘提醒大家 这股票不错 来各位看一下 东哥游艇 对不对 三脚型个人箭头 这一天提醒的 16号 这个17号 封关前一天提醒的 封关那天涨停 新中央盘直接开涨停 可是呢 哎哟 后来是掉下来了 掉下来是不是该卖 是不是 还有做空讯号呢 你这里不卖又跌一个停板 是不是 所以 要成为赢家 看对趋势 选对股票 遵守纪律 是不是 这样有没有很简单 箭头你一定看得懂 不是吗 所以你自己手上 尤其是你股票很多的 那更要把系统带回去 它起上点出现 你就去买就对了 对不对 博智来 封关前一天 这是封关那天 老师他没有很强 对 小赚了 有没有平常去忙 没有 要续报 他今天刚好来到支撑了 奈米一财就厉害了 对不对 封关前一天 封关那天 1月17 封关前一天提醒 对不对 封关那天 红盘第一天 对不对 来2月3号 今天来 今天好像创销收盘新高 好强对不对 所以买得好不如买得巧 所以重点是什么 启动讯号 对不对 这里有没有启动讯号 对不对 德威各位看一下 封关前一天出现加码讯号 跟奈米一财一样 对不对 老师封关那天不涨 封关那天没涨 还跌 新中红盘涨停 对不对 新中红盘第二天又跌 第三天它又涨停 对不对 到了第四天来 2月2号 已经31%了 是不是 所以 又在什么时候买股票 现在大家越来越懂了吧 在出现讯号 就像我在大世界话说的 不是买最低 是等它出现讯号 表示大户要做了 这档股票要动了 你拉火了 你才进去就好了 对不对 不能逢第一路买 买了半天 大户都不做 股票搞了三个月都没涨 那你钱不放在那边干嘛呢 因为资金 有时间价值和机会成本 对不对 所以不要放在那边混 钱不要放在那边混 买在起账点 操作 才会 有效率 不是吗 对不对 那这些观念 其实都在 我们大世界话 也在节目里面 不断跟大家分享 所以各位 如果各位两点钟 没有办法准时收看节目的话 很简单 而且你一定要做 就是什么 订阅筹码大师 YouTube官方频道 最新的市场资讯 让各位占无不胜 记得 看节目的时候 按赞订阅点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先进广告 下节目回来 欢迎再回到 筹码大师 上个节目跟大家分享 在美股上礼拜五回党 其实在上礼拜五 这个时段的节目 我就跟大家分享 美股晚上会拉回 下礼拜一 礼拜二 如果有拉回 该怎么做 应该在那买方 其实我在上礼拜五的节目 就这样说了 对不对 所以我常说 我怎么看 我就怎么说 而我怎么说 就怎么做 所以今天 今天我们继续在那买方 今天趁拉回 在那买方 因为趋势 它既然不会一天形成 也不会因为 一两天的回答 而改变了向上的趋势 请你记住 因为刚才在第一段 有跟大家分享 MACD中心还是多头 拉回了KD的回答 反而是拉回来 找买点的机会 只是要买什么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成为赢家的三大要件是什么 当然第一个 趋势要看对 看对趋势 再来选对股票 然后遵守纪律 对不对 你遵守纪律才有可能说 我不对的股票 快快走 对的股票 抱它久一点 你才可能会赚成大钱 对不对 我们举例来说吧 来 这张国票上礼拜五 不是跟各位说吗 回到上次起上点 对不对 上去老是负四三 冲上去回来 那回来 底部勾起来 出现讯号了 不是吗 慢慢吐慢慢吐 也吐上来了 对不对 这一次 上礼拜四跟跟我讲 我们也发了软体抠讯 我们软体抠讯 这档也发了 软体加码抠讯 上礼拜五这里也发了 连续 对不对 三角形跟着箭头 底部不知道大量 几乎是天量 这量够不够大 很大对不对 所以难怪这个地方会过 好 过了 这底部有没有成型 成型拉 那底部成型 拉回来找买点 今天还拉得不够深 如果回得更深 赶快进场 锁定了这档股票 拉回来 因为 6689 这档你错过了 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这档叫一云股啊 是不是 当时的一云股 冲上去一段啊 不是吗 三成 还今天还有一档股票 就是上礼拜五 做功课找到的 哪一档 这档 爆大当黑K 蛮有趣的哦 法人大买 法人大买 竟然套牢 所以今天就找买点啊 我们今天也进场了 今天收盘比我硬土的还要高一些 大盘今天是点了两百多点 就像我前一段在节目里面说的 这档股票 突破了对不对 爆大当黑K拉回 法人套牢 其实今天就是上车的机会 如果明天还有低点 赶快上车 都帮各位想好 你看这档股票 刚刚说的 本来投信是一路卖的 一路在低档卖掉了 这里才稍微追过来 上礼拜五才买的 追高杀低是 确实是改变之后 反正就是要买回来 所以如果有拉回 赶快跟着我们一起上车 各位 你不是不努力 我知道 你只是差一个好的操盘工具 那怎么做呢 很简单 操盘工具带回去 对不对 来 如果可以 是可看盘的专业投资人 很简单 就把自负资人家 操盘工具带回去 就像我在你身边 那如果是上班族 退休族 你不能盯盘的 谈中及时 讯息带到 好股票 出现好的买点 第一时间带各位进场 好朋友 拿起电话 立即拨打自负上线 各位自负资人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